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今天我们用苹果搭配一块桂皮 跟大家分享一款养生饮品 桂皮是我们烹饪肉类时常用到的调味料 它也是一种药食同源温补阳气的好食材 具有解虚火,去除寒气,输干健脾,温中去寒 温通我们全身经脉,助阳气 补肾,转阳,控制血糖等作用 冬季特别的干燥 我们要多用桂皮煮茶喝 翻箱提神 用它搭配一个苹果一起来煮茶喝 养生又软胃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块桂皮 我们购买桂皮的时候最好选用这种比较薄脆 颜色浅褐色 这种桂皮香味比较浓郁 桂皮它是属于辛辣的调味料 平时用它炖肉能起到去异味、增香的作用 其实它还能起到提神、益气的作用哦 一次不需要太多 我们只要一小块就够了 我们这一块掰开来分两次用 准备好的桂皮 把它放入清水里面 先给它清洗干净 加入一点点食盐 给它搓洗一下 因为晒脂的过程中 肯定会吸入一些灰尘和杂质、细菌等等之类的 而食盐是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哦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掰开来洗 碎一点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再换清水 多清洗两遍 像这样清洗出来的桂皮就特别的干净了 清洗干净后 我们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 清洗干净的桂皮 我们给它加入养生骨里面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我们用花茶键 先煮15分钟 先把桂皮的味道给它煮出来 煮桂皮的时间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像这样比较成熟的苹果 像这种苹果 它的甜度比较高 煮出来的茶也比较香甜好喝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个盆里 然后用清水 把苹果的表皮给它打湿 再苹果的表皮 撒上一层食盐 我们再利用食盐的摩擦性 把苹果表皮的果辣和荣药残留 给它摩擦干净 食盐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苹果是我们常吃的水果 味道酸甜脆爽 深受大家的喜爱 是一款老少皆宜的水果 苹果也被誉为水果之丸 苹果性温 含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粗纤维 是瘦身首选的水果之一 常吃苹果 具有降低档固醇 宁心 安神 缓解疲劳 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我们就这样不停地给它摩擦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用清水 把苹果清洗干净 像这样我们的苹果就清洗得特别的干净了 可以放心地吃这个果皮了 其实果皮的营养并不比果肉低 所以只要我们仔细地把苹果皮清洗干净 就可以连皮一起吃 接下来我们再把清洗干净的苹果 给它一分为四切开 再把苹果中间的果盒给它去掉 这个苹果心苹果盒千万不能吃 因为它是有低毒的 一定要去除干净 切出来的苹果心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丢掉了 然后再把这些果肉给它切成薄片 这个苹果我们要切薄一些 这样更容易煮出味 切好的苹果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桂皮已经煮得满屋飘香了 颜色也变得浅黄色了 证明我们的桂皮味道已经完全地煮出来了哟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打开盖子 然后小心一点把苹果片加进来 苹果片加进来后 我们再盖上盖子 继续煮3-5分钟左右 把苹果的香甜味给它煮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准备2克左右的红茶 红茶性温 含多种维生素 可以起到生经止渴 清热沥丝 提神削皮 腻尿等作用 常喝红茶还能养胃 健脾 现在我们的果茶已经煮了3分钟了 果茶的颜色也变得更深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红茶加进来 一开盖就一股浓浓的果香味特别的香 然后盖上盖子 继续把红茶的香味煮出来 大约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红茶加进来千万不要煮的太久 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把红茶的味道煮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直接把它倒入杯子里就可以喝了 一款翻香好喝的桂皮苹果茶就煮好了 把它倒入杯子中 稍微晾一下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款桂皮苹果茶喝起来味道香甜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建议最好趁热饮用效果会更佳 这款茶可以卵胃又补阳气 平时食欲不振 消化不好 容易便秘的朋友 可以多煮这道养生茶来喝 这款桂皮苹果养生茶 它还有补中益气 健胃消食排毒去湿 改变便秘 降低胆固醇 美容养盐的作用 对于肠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还特别适合减肥的人群喝哟 每天餐后来一杯 还能挂油去纸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可家妈妈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您就请帮忙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